今天的这篇mini vlog 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工作的一天 没错 就是跟千语一起拍杂志咯 因为疫情跟各自工作都很忙的关系 我们两个人真的很久没有见面了 所以可以借着工作机会 跟自己好朋友见到面 就真的是很开心 而且自己一个人工作 跟和好朋友一起工作状态 真的是不一样 你看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在 给彼此互拍 这一天我用我的相机 给千语拍出了好多氛围感大片 特别好看 而且这一天的拍摄 还发生了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那就是 你知道吗 我给你准备了吃的 什么吃的 是晚餐吗 哇塞你也太贴心了吧 是bacon对不对 对 你说好巧不巧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东西 是香肠三明治 因为我最近已经进阶了 我现在开始会做三明治了 所以我做了一个香肠三明治给你 看一下 看一下 我那些用这个好豪华的我跟你说 我看了 我看了 对 那个真的很好吃 上面有玉米的那个说 各种各样的 好了 忙碌的拍摄工作结束了 接下来是彩蛋环节 千万的美丽过生日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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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不要 而且你看我们美丽就在生日的时候 哈哈哈哈 我不管她 跟我为妆 我要跟我的大姐 起步 左右搖 你先szok 你那边 手 哈哈哈哈 一个愿望要说出来 然后大家都知道 好 那第一个愿望呢 就先送给老大 谢谢美丽盘 希望就是你能遇到一份真的好的感情 但是也像我跟她说的 没有也没关系 还有我们 平常心 我妈给我们带这个消沙护理包 为了让我们一直阴着不要痒 我妈连这个都给我带了 就是一道房间先狂喷一口 还有一道房间 先整个冲上鼻子 喝的药 酒精 各种酒精 没错 我就是那个闯入了决赛圈的种子选手 而我的秘诀就是 听妈妈的话 最后的最后 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上海点到一个很好吃的 蟹黄鱼面的外卖 拜拜